我十三歲的時候踢藍牙會 阿倫那時已經在藍牙會 所以我們就在宿舍住 所以就認識了她 她初期的阿倫就是很貪玩 很喜歡溝女 接著到中正她和藍牙會發生了第一次的不開心事件 她的人就積極了 即是對足球的事業就改變了很多 以前她最初那些 例如有時練球都是聚著這樣練 即是很隨便 但發生了那段之後 她就會很積極去練球 即是給人的態度 她是真的完全改變了 她對人那些是很好的 她不會生氣人 如果生氣的人 她一定是好不好的人 其實我未踢球之前都在這個球場長大 但初初都是未想過去踢甲組 未想過自己真的去踢球為職業 然後開始自己 從小時候 其實十三四歲 開始在Aneto中心開始踢球 那時候還未打算去踢甲組 自己嘗試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球員 因為那時候覺得甲組球員在香港來講 覺得都很威嚇 所以自己盡量去嘗試 其實十三歲的時候 都未到她的轉捩點 因為初初那時候 她叫我在香港人氣透中心練的時候 我有一兩年其實沒有進去練的 我自己那時候都是貪玩 出去玩一下 做一下東西 就是做一些散工 其實沒有向足球去想這件事 因為太小的時候沒有想這件事 但是到十五歲的時候 應該就是那時候 我記得郭嘉明叫我進去 人家都有中心去訓練 我才開始去想自己 是不是真的向足球發展呢 以及是不是真的要進去跟她練習呢 那時候就想真的做這件事 嘗試一下 就是很問心 說真的 那時候我想郭嘉明大家都知道 是挺出名的教練 他打電話叫到我 他都覺得我自己可能是有前途 或者是有這方面的優勝 才叫我進去 那時候就想 哇 別人家郭嘉明都叫你進去 你沒理由不進去嘗試一下 然後開始自己真的嘗試 是放了心機進去做這件事 其實反叛說 我們其實那時候都沒有想過 會出不夠膽 因為那時候其實那些教練都很兇 雷生場最兇的 真的最兇的 我想那時候有幾個教練 比如郭嘉明和陳同章 如果你比我最怕就是雷生場 大家都知道我最怕就是她 所以其實那時候是不夠膽去想這件事出去玩的 只不過就是在宿舍 可能自己都是八宴啊 搞人家又不睡覺 那些其實什麼都有 但是只不過就是 你說她想出去玩 一點都沒有想過 不夠膽 讓她知道死定了 真的不 試過嗎 沒試過偷出去玩 但是被她罰就試過 其實我們 雷生場有一件事就是 她說她真的會用暴力去打球員 但是其實我們是會接受的 因為現在想起來 她做這件事其實是為了我們好的 但是我還未被她打過 但是我試過就說 被她罰就說 我不打你了 你這樣不打你 你們互打 一人打一巴掌這樣 這樣就試過 遺憾 遺憾 遺憾就是我想 我試過 一年就是我們踢到鋼斑 因為我在拿會其實是 沒試過踢到鋼斑 其實如果你踢到鋼斑 自己是 這麼多年來 真的是一個遺憾 因為你踢到這麼大的球會 你踢到鋼斑 其實是自己 都有個責任在這裡 我們其實足球希望 其實一直這麼多年來 都希望政府去支持 其實說這麼多年 我想大家去想就說 其實全世界我想 最多人看或者最活躍的運動 都是足球 是吧 但是為什麼香港足球 永遠都是沒有人去支持呢 我們先不要說這麼遠 先不要說去到外國 我們說譬如新加坡 日本 南韓 那些全部都是亞洲地方 為什麼人家去支持呢 新加坡其實水準都不是太高 如果你比我們和新加坡 都是五波 都不會高得這麼厲害 但是為什麼人家去 肯去支持呢 但是為什麼香港你不去支持 政府不去支持我們香港足球呢 如果你支持 我們可能成績是 在亞洲來說 我不敢說他可以衝出去 在亞洲 起碼我們的水準 不會說去到這麼低 最重要是他永遠都是 在老闆的面前剷球 是呀是呀是呀 大家都知道 是呀是呀 跟著他去看一看 看一看後面直 看老闆有沒有看一看 看老闆 看老闆有沒有看一看 你不信你就翻查一下 舊紀錄 拿舊帶看一下 會在老闆的面前 就會剷的了 剷到老闆 接著再噎一下 這次大球場有沙地 會剷到沙地 這麼厲害 這件事要問他 很多球員都會知道 他很喜歡玩別人的小朋友 我女兒都欺負到 小時候挺慘的 他很喜歡玩別人的小朋友 現在他不敢帶兒子給我 做他朋友 那就帶兒子給他租賊一下 所以經常都 我們這些兒子見到都會害怕 是呀 避開他就避開他 這次大球場